鱼民们发现有不明生物在撞击渔船 于是他们下水查看 竟然看到了两只稀有的鲸鱼 他们对鲸鱼的行为感到十分不解 就在这时 鱼民又发现了一个震惊的事情 其中的一只鲸鱼竟然是一具尸体 它已经去世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它已经去世了 卡利葵是一只生活在萨利石海的逆脊鲸 它的体型十分巨大 萨利石海逆脊鲸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生物 由于它们与虎鲸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 萨利石海逆脊鲸也被人们称之为南方的虎鲸 萨利石海逆脊鲸是加拿大最宾威的海洋哺乳动物之一 根据最新的调查显示 这种美丽的动物在野外仅剩不到一百只 这也使它们成为了世界上最稀有的物种之一 一些专家团队试图尽最大的努力收集更多的有关这个物种的信息和数据 以帮助这个物种能够更好的成长 虽然专家们十分了解萨利石海逆脊鲸的习性 知道它们喜欢在哪里生活 喜欢吃什么 甚至知道它们在生活中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获得乐趣 但是所有人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增加萨利石海逆脊鲸的数量 在加拿大的海岸 人们有机会能够看到这些超级稀有的逆脊鲸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如果有幸看到逆脊鲸 这无疑是永生难忘的经历 在适宜的环境中 萨利石海逆脊鲸的体型可以长到相当巨大 在生物演变的历史中 它们适应环境的能力发展得极好 萨利石海逆脊鲸是最聪明的逆脊鲸之一 智商在所有的鲸鱼中排名第二 这也意味着它们能够像人类一样 体会到不同的情绪与感情 包括快乐、幸福、爱以及悲伤 所以当一只名叫塔利葵的萨利石海逆脊经怀孕时 它欣喜若狂 并对即将成为妈妈这一事实感到异常兴奋 塔利葵已经开始想象 在未来 自己将教给孩子各种各样的生活技能 确保孩子学会所有需要掌握的本领 以便在广阔的海洋中适应和生存 小金鱼已经在它体内生长了一年多 塔利葵可以感觉到小金鱼在移动 并且越来越有活力 小金鱼这样的行为 可以增加金鱼妈妈分娩时的兴奋感 塔利葵最终生下了一只雌性金鱼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 这只金鱼宝宝从出生后的那一刻起 它的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 在小金鱼出生后 它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比不上其他金鱼 它好像有着什么先天的疾病 塔利葵察觉到了小金鱼的不正常 但这是它的第一个孩子 它并没有什么经验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它只能时刻守在小金鱼的身边 祈求奇迹地发生 然而 不幸的是 小金鱼还是没能挺过来 在出生几天后 小金鱼就去世了 塔利葵失去了它的第一个孩子 它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塔利葵在深海中绝望地叫着 强大的声波也引来了家族中的其他金鱼 它们围在塔利葵和去世的金鱼宝宝的身边 希望这样能够给塔利葵带来些许的安慰 但是没有任何母亲能够从失去孩子的痛苦中 快速走出来 塔利葵也不例外 作为一只濒临灭绝的生物 小金鱼的到来 对于它以及整个家族来说 都是意义重大的 可日子总要向前看 塔利葵还年轻 它有机会可以再次迎来属于自己的宝宝 但身为母亲的塔利葵觉得 自己一定要为死去的孩子做些什么 这样才能让自己安心 于是 塔利葵离开了家人 它带着去世的小金鱼 打算进行一场旅行 这样也能让小金鱼在自己的身边多待一段时间 在茫茫的大海中 塔利葵拖着小金鱼的尸体漫无目的地游着 它不知道自己游到了哪里 只感觉这里与自己一直以来生存的地方有些不太一样 由于自身极高的适应能力 塔利葵很快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 不知过了多久 塔利葵突然发现水面上飘着一个巨大的黑影 这个黑影好像一直跟随着自己 由于担心受到伤害 塔利葵决定亲自去看看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塔利葵带着小金鱼向水面缓缓游去 它看到了那是一条渔船 船上好像还有几个人 塔利葵明白了原来人类是在捕鱼 并不是在追踪自己 塔利葵看到了巨大的渔网被洒入海里 它有点担心自己和小金鱼会不小心落入网中 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 塔利葵拖着小金鱼朝着渔船撞去 塔利葵的行为可把船上的渔民吓了一跳 渔民们纷纷看出脑袋想看清究竟发生了什么 塔利葵又一次撞击渔船 这时有渔民发现了它们 其实渔民们也对塔利葵的行为感到十分不理解 它们不知道鲸鱼要做些什么 但是面对庞大的鲸鱼 虽然知道鲸鱼不会轻易伤害人类 但渔民们还是感到了恐惧 一些渔民猜测是不是鲸鱼遇到了什么困难 正在寻求人类的帮助 这时卡利葵看到一个渔民穿好了潜水设备 跳入水中 然后慢慢地游到了自己的身边 卡利葵意识到人类并没有什么攻击性 不会伤害到自己 所以卡利葵也没有选择离开 而是任凭人类在自己的身边转了又转 看了又看 就在这时 渔民好像发现了塔利葵的秘密 只见他迅速回到船上 对着其他的渔民说 这应该是鲸鱼妈妈 但是他的孩子好像已经去世了 船上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鲸鱼妈妈会带着自己去世的孩子游行 在渔民还沉浸在震惊的情绪中时 卡利葵选择了离开 他带着小鲸鱼继续在水中游着 但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已经成为了新闻的热点 原来渔民将这件事情发表在了网上 一时间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关注 而海洋野生动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也注意到了这件事情 研究人员通过调查 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那就是塔利葵已经带着小鲸鱼的尸体 游行了一千多英里 人们都被鲸鱼妈妈的行为深深打动 然而 没有任何生物能够替塔利葵分担一些痛苦 或许时间才能抚平一切 慢慢地 塔利葵走出了悲伤 他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并好好安葬了小鲸鱼 令所有人感到开心的是 在一段时间之后 塔利葵又怀孕了 这次他生下了一只健康的鲸鱼宝宝 塔利葵终于能做自己梦寐以求的事情了 在这段时间里 研究人员一直在追踪着塔利葵 他们也得知了这一喜讯 他们真心祝福 塔利葵能够和自己的宝宝好好生活 并希望这只鲸鱼宝宝能够顺利地长大 鲸鱼妈妈塔利葵的行为令无数人动容 而他的故事也很好地诠释了 母爱不分物种 动物的母爱和人类的一样 都是伟大又深沉的